我这棵蝦肘蓝开花了 花色是白色的 非常漂亮 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苞非常均壮 为什么长出的花苞这么大呢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摘花苞 一个枝头 留一个或者两个 比较均壮的就可以了 这样养分足了 后期它冒出到花 才会大 才会鲜艳 非常飘逸的一棵白色的蝦肘蓝 而且是通过 接接的章目是县枣 为什么开出的花这么大呢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是用这个骨粉给它进行出花 这个时候不是要给它再施肥了 等它开败了之后 再给它施肥 因为夏拙兰是反复开花的 它还有第二拨花 等它开败了 把一些长花全部摘掉 然后再用这个骨粉埋到盆土里面 埋一到两次 就能看到它二次开花 好了 喜欢夏拙兰的花员们 我们一定要记住 要想它开出漂亮的花朵 养分足了 我们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这样后期开出的花差不多 好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